你做股票的就知道,10%是个涨金,对吧,10%是个跌停,那如果我们要去日内,日内的波动,黄金不会波动10%了,没有那么夸张啊,10%是什么? 比如说我们现在价格是1800,今天涨了18美金,那是1%,10%是多少?今天涨了180美金,10%,那一涨点,一涨点,我们什么时候涨过100多美金? 那很少会涨,基本上几个月就两个月一出,两三个月会有一到一出,但是更多时候是不是这个百分之一的波动啊,升级百分之一就不到啊,有的时候20美金,有的时候15美金,有的时候少的时候就10美金都不到,多的时候的话呢,像那天一定涨了将近,或者费用那天的话涨了将近30美金,基本上是维持在11%到2%的股票边,所以你根据这种股票方式计算,今天已经涨了30美金了,你还是追有空待吗? 所以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思路,我就算我今天,我这个,对吧,我什么指标都没有学,我什么都不懂,军舰我也不会用,MCD我也不会去看,那你根据这种每天的波幅,是不是就应该知道,对吧,高高低级干在什么时候去做? 是吧,如果今天有个地点,有个足以位啊,足以位,呃,我说错了啊,支撑位,应该是支撑位,支撑位的话呢,比如说是90,90这个地方,今天压开牌,哇,最低92,然后震了一下,直接上去了,上去了,现在已经达到95了,可不可以多,支撑位在这个地方才涨了两三美金,你可不可以多,你就多就是了,然后看多少空间呢,压来,比如说不要看太多, 五到八美金,就可以了,先截面仓,如果下午还在涨,你就继续等,晚上还在涨,那走了二十几年,但是出来,是不是这个思路,但是出来,对吧,晚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转返下来,但是也有可能继续涨,涨一百美金,那就算,对吧,你不可能说我一个,多带,从一路来到头,那不是现实,你只能说我能够抓到我想要的一部分,就可以了,因为毕竟白天我看到这边是有福利的, 涂了,那是后面的谁,谁也不知道会不会,哇,哎,下来一点吧,看,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,这个只要八点半之后,依然保持这种形态,问题就不大,啊,还有最后两分钟,八点半呢,存在着一些不确定音速,你们自己选择,好吧,我这个关于,这个餐单,你们自己保守的,对吧,我先拔个毛巾出来,也可以,或者别人呢,代表自己只能够, 我把一半的正拨,都是可以的,啊,嗯,然后低端呢,我只能现在先给位置了,因为今天这个美盘,毕竟,九点钟,经常我一下卖,不是暴涨,就是暴跌的,我只能告诉你这样的思路,挂单就不给你们挂了,啊,今天一单如果做成功,就不给你们挂单了,除非没有做成功,没有做成功的话呢,再给你们挂一个,这个,下一卖你们看, 非常老师卖上,是暴跌还是暴涨吧,对吧,啊,九点钟,确实,是一个生死,决断的一个时间段啊,我也怕,啊,我也怕,啊,保管带上,能带保管带保管带保管吧,小伙子,我两美金啊,也未走很多,啊,如果烧浓土猪,可不可以继续吃,烧浓土猪是, 是量子老师的,量子老师,我们还没学会,啊,你们都学会了,我还没学会,啊,下来了啊,8点外收线,收的还行啊,15分钟收到锤,九五,好,再往下打一打,接近我们的,这个,第一,第一简单位,第一目标位,好,我看一下数据,我都忘了,这个数据, 数据,三十一,差一点,数据,十一金呢,不过不会非常大啊,不过还是,还可以,利于我们刚刚的方向,啊,然后就看这个最后的不确定因素,拉加德的假话啊,这个拉加德呢,是女的,啊,嗯,很厉害,对吧,有多厉害,不压于,不压于,这个叶文呢, 多不多,哎呦,你这个坐在太平凡了啊,比如说,不是说空单出掉,立马就坐在哪里,哪里有那么多走势,对吧,它即使跌完了,它还振一振吧,你拿个多,你难受吧,你得那振一振吧,即使跌完了,你得那振一振吧,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,你做个多的,你不振出来,它也走不出来啊,是不是,所以你得振出来啊,所以不着急啊,对,终于下来了,D信师有空啊,乱松面说数据利空,对,数据是利空,不要着急啊,九点钟,我刚刚说了啊,九点钟,行情可能比现在还要大, 九点到九点半,每天都是这一处啊,同样的时间,同样的配方,同样的位置啊,反正不是暴涨,就是暴跌,空间的话呢,十几百斤,你说暴跌也不算,但是,与一天来说,十几百斤还蛮厉害的啊,一个小时,1799空,怎么一天啊,那你空的位置好,你空的位置好啊,今天最高是1800.7 要吃银啊,对,还没到,还差一点,没走多少,还走了三美金啊,三四美金啊,走了三四美金啊,走了三四美金啊,15分钟